行感恩禮 請鞠躬 向家長深深一鞠躬 表達對父母養育教育之恩 因為疫情停辦兩年的 國際福人地區 年度國際交換成年禮 日前在全台最美的大城殿 宜蘭孔廟舉行 請家長為你先行帶斷之禮 不只有國際交換學生 還有來自新北 基隆 宜蘭 及花林地區的青少年 和國際交換生 總計有100多人參加 透過家冠 挑戰等活動體驗 讓學生了解成年禮 代表的意涵和傳承 我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而且很榮幸代表 第三次九林地區的交換生 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一天 首先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 使他們撫養我長大 支持我參加這次 AWAII交換學生計畫 我還要感謝我的三個台灣 接待家庭 林家 賴家和高家 感謝他們讓我體驗了 一種性的文化 學習了一門性的語言 如今我們成年長大 懂事名利了 更要能夠感恩回報 孝順父母 希望能將自己所學 回饋給社會 活動邀請宜蘭縣長林之廟 宜蘭市長陳美玲 基地方士生出席觀禮 典禮一群鼓禮 莊嚴隆重 今天成年禮的活動 其實三十九林地區辦了 相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每一年都是三十九林地區 重要的活動之一 那當然我們也期許 這些年輕人能夠感恩父母 能夠期許他們有更好的未來 能夠面對未來的挑戰 那當然這些委員的用心 我們在此特別的感謝 尤其主委尼蓬 他也是老經驗 那對地區的服務 對我們宜蘭地區的服務 相當相當多 那我們也期許 今天活動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在這邊要再次的 謝謝今年度的委員會 尤其是我們的執行權 我們的典禮可以那麼順利 我再次感謝各委員會 現場安排國際交換生 體驗中華傳統文化 學習茶道精神 及品嘗在地的傳統美食 讓國際交換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共同體驗人生成長 過程中一個難忘的中華文化 從靜宜獸應到家裡 隆重的儀式 希望讓孩子們的肩膀挺起來 邁向自己人生另一個里程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 謝謝大家